好,大家好,芒向編輯部,重出江湖 今天是3月12號的晚上,有我Raymond Wong 有我以德台仰 有我珍BC 還有我佳生生 還有我許劉生 都齊腳,馬來近有些公事繁忙,不能參與錄音 Tony去了吃自助餐,看到他很疏肝 今晚都不會出席了 不要緊,我們都預備了一些題目 今晚要講一下,最主要就是講回補選 我們之前有一個多兩個月沒有做節目 就是我們不想影響到選情 也不想被人說我們 就算我們講真話也有人會說我們 是收了錢去幫建制派做事的 這件事我是不想這樣做 我們不做節目就完全批除了 這些人惡意攻擊我們的可能性 我們都是為選舉 沒錯 因為有時候我們可能給一些意見出來 那些人就不知道為什麼會當我們是 好像收到錢那些 意見就當是批評,批評就當是鬼 今天很悲哀的 很悲哀的 雖然我最早的預言就是四席行包散 其實我當然是不想他們四席行包散 我說四席行包散其實就是 就是哀兵之賊 就是說我們都輸了,那你努力點打吧 這場仗,是不是 那也很好的 其實現在算是2比2 打個和 嗯 嗯 那地區上 慘勝啊 但是被人說是 地區呢 其實是贏得好的 其實說真的 你只有三席地區直選 那泛民贏了兩席其實是三分二 那如果你這樣看回來 就不是慘勝 那你看一下新東和陳家沛這個港島 他們就真的慘敗 就是 就是 唯一那方面呢 就可以說是 就是拿到三分二 但是 有些民調再看回那些票的數據來講 就是說其實 泛民的票是流失了不少下 那當然會啦 因為 就是他們那個初選的行為 其實就 嚴格來說 現在我們說回來 其實就是弱智的 因為他們是把 泛民裡面的內部矛盾呢 完全暴露了給市民看 還有 給共產黨看 是啊 還有有些人的食相 就很難看 那你那些很難看的食相 那當然是影響了那個選民的投票意欲 也都會影響到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觀感 就是對市民 或者是中間市民 那個 看到這些初選的觀感 就是覺得 你們這幫人都是柴娃娃 都不會搞的 不會搞政治 還有 就是 一開始呢 就已經不是 君子之爭 就是 如果港島有初選的話呢 區塊鏈呢 都未必 都未必選得到 是 就是我們剛剛 升旗易得道那個 網聚 就是那個 兩週年網聚的時候 馬操黎其實自己都在說的 其實對他們有利的 他們就搞初選 對他們可能有危險的 然後就不搞初選 他都說了 如果讓他入到泛民初選的話 那其實他會贏的 就是他自己這樣說 那但是 就是馬草黎其實 這個我們第三節的時候 會說 我們其實這次都有一個 那馬草黎的那個 勝負呢 我們第三節說 那 真的 真的 第三節可以說他 那 剛才許留先生說 就是那個民主陣營 就失了很多選票 那其實那個結論 會不會是 建制派呢 下一屆呢 其實 就算在直選議席來說 都是無敵的 數字上來講 他們是上升著的 就是 你失去票 失去太多的時候 人家對家是上升著的 那你是很難打的 就是 我們當看回 鄭永迅那個票數來算 那其實 他那個 建制那邊的票 還是比起之前 是多了4000票出來的 嘩 是 是 這麼厲害 那 其實 原秋那些 就是 被蘋果日報笑 他很差的那些 其實對選民來說 是沒有影響的 完全 就是你笑他差 反而他還多了票 但是鄭永迅 他那個基地 找得票最多 我看見 說在中產區 就不多 反而在屋邨區 他又多了 是不是 就是 就是說 他 他開到新票員 或者是怎樣 呃 像是他打石仔 打回來的 真的 真的 他地區工作做得夠好 嗯 像少年馮檢基一樣 這樣就厲害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 就是 文協那些票 就變了 過了底 就是過了底 去民建聯 有機會 有機會 漸漸會這樣過得去 因為基哥都是做那些 地區工作 還有做區議員 跟那些 老人家虛寒 基層一點 是啊 就是真的 跟那個社區建立的關係 再去 將那個關係 轉化成選票 是不是這樣說 嗯 是 沒錯 是啊 如果是這樣的話 鄭永迅很可能 之後他將文建聯 就是可能會 現在有 袁秋一直加他一直 那可能還可以發大來做 就是連鼠黃昏都捏走了 也有可能 就是鄭永迅幫忙捉老鼠 其實有可能 是有可能的 因為 因為梁美芬那邊 只有梁美芬一個 抓不到那麼多老鼠 還有他老了 是吧 他很多屆了 還有感覺上已經上了位了 就是梁美芬這類已經 就是 其實這個九西區 根本上就是 這個黃金比 好像已經打破了 就是 如果看過小 就是這個六四黃金比 有些人經常說 六四六四 但是呢 就是右台 經常都這樣說 但是 貌次已經是五五波了 甚至是建制佔少少 你看到這次的票是 你看到泛民下了一半 然後你 建制上了四千 其實你看到 其實是危機來的 就是如果 有些人就說 可能他鄭永迅 可能他是區議員的質素來的 那為什麼讓他做立法局議員 但是其實 某程度上 你在一個地區來說 你是一個街梯來的 是上了立法會的 那下一個梯隊的民建聯 就自己會上了 嗯 是啊 反而泛民有什麼人 就是 我其實反而擔心 真的 我反而擔心這件事情 譬如說 你可能幾個月後 你就 你就要選的了 補選 你九西有什麼人可以出 其實 袁凱文 其實袁凱文是ok的 但是 你看一下馮檢基 怎樣被人捏走 那件事 就是我們第二節都會說 這個 今節 就說一些大一點的 就是全香港這樣看 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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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去到 如果看回這個 姚松嚴的個案 我們會再詳盡一點 分析一下 為什麼他會死 第二節的時候會說 嗯 那 建制 整體來說 他現在的食力好像增強了 還有他們真的有一個接班計劃 就是 第二梯隊上到 比阿鄭允信 是啊 那 泛民就很弱 這一方面 就是第二梯隊 沒有人 年紀是大 那 而且我覺得 可能是 新的一邊 又不會走回 這條路 好像阿基那條路 他們又不會走 因為他那條路 辛苦 阿基那種方法 就好像陳大舊那種方法 就是你慢慢打一打一打一打 那 是選得到的 但是 年輕一代 就是我聽阿 不大 陳大舊說 就是這些 是古老的方法 就是他們認為 就是新一代理念型政黨的人 就認為這些是警戒的方法 新一代 新一代那些就變成像是想 一批就是做行為藝術 例如辦公安那些 那些 另一批就是 數碼化 就是 看著Facebook 看著Facebook 讚數 其實包括楊岳橋也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楊岳橋也是這樣的人 其實整個公民黨現在都是這樣 不只是楊岳橋 那個PKC 那個人真是離勾了地 那個人 譚問號是嗎 是啊 完全是 完全不認識的 其實那個人不信他不認識 很多人他認識的 不過他呢 為了拿like 是可以埋沒良心 就是不把事實說給大家聽 嗯 就好像很多友台都這樣 你說一下 但是 剛剛答聲 真BC 好像很多友台一樣 明明 以前說話有文有路 沒有的 但是為了吸引客人 說了一些 吊男聲傳 媽媽是女人的那些 就是人家想聽什麼 就說什麼 所以 怎麼說呢 當然這個問題 我們等一下都會說的 某些友台 不知道友台還是什麼 是 但是這些純粹 一時的快感 口號式的東西 是沒有意思的 你其實看這次他們選舉 那些人的標語啊 他們的口號啊 那些這樣呢 是沒有用的 這些是 就是你落到區的話 人家區的那些街坊 是不會有感覺的 就是你有時候 你拿地區選票的話 你一定要跟街坊是有共鳴的 他才會給你票 就是 就是要幫到我做到 就是看到你做過什麼 我要知道你有什麼參考 不是看你寫過兩三篇 還要放在Facebook 那沒用的 你放在Facebook 人家看不到你做過什麼 他實在 有LINE 有Share 他們覺得 就好像阿喬仔 都笑 就是不可以說笑 阿喬仔說 就是我覺得阿喬仔說真話 他說其實很多 基層的街坊 是不知道誰是姚松炎的 反而知道誰是譚國翔的 那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姚松炎是空港 其實 其實從來都是 就是立法會選舉 你空港的話 你的勝選機會是低的 這個是真的 沒錯 除了公民黨可以空港 隨便打一個人下來 都可以選得到之外 其他黨是沒有可能的 根本沒試過 現在都不一定 公民黨 我想 之前試過有個社運人士 偏肥一點的 但是他就說 卓浩自己動作很快 那個呢 閃到進小西灣 然後就說 你空港小西灣 然後說 我周圍空港的話 那我到處都很受吹 那他這個人是做夢 他認為他這樣跳來跳去都選得到 其實現在的政圈都是地區工作和理念的結合 你不可以純粹理念型 你純理念型的話 根本 人家都不知道是誰 就算認同你的理念 但是你的理念是 如果有另一個有地區工作的人 說同一個理念的話 那他的票都是自然給有地區工作的人 就不會 被你空港的 理念型貿理 是不是 我記得很久之前聽 好像趙博講過 就是說基本上 是應該要出於專業化 找一個人做全職的這些東西才行的 就是全職的政客 現在所謂理念型政黨那幫人 他們經常都有自己 自己玩那套 不是一個專業型的政客 網國佬也有說過 網國佬也有這麼說過 你講做全職議員 其實是有條件的 起碼你要自己照顧到自己 在財政上 如果你是否都要有支付又借 那坦白說 你很難做到 你很難做議員 你如果周身街數 做到議員 全香港是試過一個 是可以的 就是網國佬 網國佬你說他街數多 但是他可以 沒有東西做 就去講講講 上電視台那些 他都是有東西做的 不是純沒有東西做出去 Facebook說我喝飲食食物念 其實是 對 那網國佬的江湖地位又不同 你現在講理念型 那些人 如果網國佬是做理念型的 那他當然做得到 因為他那條三寸不難之蝕 是很厲害的 還有他歷史真是懂的 他以前真是教歷史 其實他講歷史是真的OK的 我覺得 他講得好聽過老蕭 如果講歷史 真的 你很客觀地看 我不是 當然有人會說 我們現在這樣吹捧網國佬 都是契弟 收了錢 但是 我們只是講事實 孟國佬講歷史 是有些事 自己給錢他做的 而老蕭講歷史 他會自餘的 那條牟利 自己玩的 自己出錢給自己玩 沒有人給錢 老蕭講歷史 是 是 那我孟國佬都做過教授 那說真的 咦 我們 不如回到我們的 拉得遠了 我們又回到我們的政題 建制下屆將會無敵 是不是真的這麼無敵 如果他們吸取今次的教訓 就是的 即是 方國山這些 其實是 應該統戰部 應該是一早 統戰了他 而不是被他亂禁戒票 嗯 不錯 而且我收到的封 原來是錯的 即兩三個月前收到的封 就是 方國山已經 跟建制講得好 即是這個封 就是那些新界佬放出來的 誰知道原來是流料來的 即今天看回 其實完全是講不得好 那我相信 今次 經歷過今次之後 統戰部會找回方國山聊天 那還有統戰部會不會都會唾棄這個 鄧家彪是什麼組織 公民黨 即公民黨和公聯會都差不多了 現在我都分不了 公聯會和民建聯 他真的是公民黨來的 公聯會加民建聯 哈哈 即是要唾棄這些人 這些 他做得太多這些事情出來 是影響過選情 他不記得 他不記得什麼貼郵票 然後不知叫人 所以搞到人家要去郵局 再拿回一封信的時候 給回那個郵費之餘 原來你鄧家彪峰的東西 喂 那些選民票債票上 你郵票債我 好認真 好認真地說 這些出錯 這些admin的錯 admin出錯其實是 到處都有的 我相信民主派都會有人這樣做 但是 組織上不可以有這樣的出錯 就是被人笑爆 缺乏訓練 其實可能我認為 因為他是公民黨的關係 公聯會加民建聯 公聯會加民建聯 哈哈 其實沒有一個人是這樣的 的排頭 你想想 嫻姐那些都是掛一個排頭 不會掛兩個 當然 你掛兩個的話 內部可能其實都有一些 不是很妥 他們兩個 雖然都是同一個 但是都有一些 矛盾 都會爭的 你哪個排先排後 都會爭奪 很多時候這些事情 哦 是啊 那是不是習種仔 這個 習種狗 你究竟是公聯 到時候你贏了的 究竟是屬於我們公聯會領 還是民建聯 是不是 他領工的時候 其實是破了這個歷史的 如果他贏了的話 但是 當然 現在 被拿渣破了去攻 那就選不夠 歷史 不會說謊 但不會冷笑 但不會冷笑 哈哈哈 哈哈哈 不過下次他可能 如果 如果 我建議他 反正都是 就叫自己做公民黨 鄧家彪 公民黨 鄧家彪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那些人 那些人 會說他三姓家勞 哈哈 不是 工聯會 加民建聯 這個是新的黨 哈哈哈 新黨 哈哈哈 這樣不行嗎 哈哈哈 嗯 嗯 講一下笑 講一下笑 這一節應該差不多了 是啊 嗯 都是建制無敵 我們都是這樣說 其實泛民應該 總結一下 簡單 泛民應該反思 我相信建制會檢討 那如果泛民做不到檢討 或者他聽壞鬼書生 劉細良講的東西來做檢討 那就摸牙街了 是 其實我們 你之前都提過 叫大家 學 好像 民主黨那些 做多些地區工作 例如 那些什麼 沿水啊 關心社區 發生什麼事 到時候 叫到的時候 你的鈴鈴一響 他們就懂得去投你票 那些 劉細良不是這樣說 劉細良說 要高度政治化 不要緊 我們會再講他 下一節再招呼他 暫時休息一會兒 好 休息一會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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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